现在我们就明白了 主耶稣被钉死之前的几天 他进到耶路撒冷所做的几个活剧 原来就是四码审判的初阶 四码审判的阿里夫 对比末后日子的辛苦 当进到启示录的时候 就会成为四码的Tuff 四码的审判 而于今天的主日感染部分 日华牧师打开了另一个OB 就是如何承计第一码 白马审判的拳柄 而当中的约事 就是记载于主耶稣白马的活剧中 就是当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 他就做无花果树 到第二天 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而主耶稣就说出一个重要的教导 马赫福音11章20-23节 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 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 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 就对他说 拉比 请看 你所就做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 耶稣回答说 你们当信服神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这节经文 就是我们常常提到 怡山的信心 原来 这个就是白马审判的药士 就是掌管法则 承计法则的能力 原因 正如约翰福音14章12节所提及 主耶稣也教导我们 他所做的 我们都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些更大的事 事实上 主耶稣一生所行的神迹 其实 已经是掌管法则 改变法则的神迹 例如 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是于加拿分宴中 将水变成酒 或者是以五饼二鱼 喂饱几千日 还有平静风和海 行水面 叫死人复活等等 所有的神迹 都涉及驾驭 及掌控世界的法则 才能够做到 然而 虽然以山的神迹 于性质上 与行水面 平静风和海相同 也都涉及掌控法则 掌管法则的能力 但是 圣经中 就从来都未出现过 以山的神迹 明显地 这个是主耶稣留级 末后辛苦教会的工作 也都就是说 辛苦 也都会与主耶稣一样 有着掌控法则 掌管法则的能力 就是当主耶稣示范了 八马审判的阿里夫之后 神就可以要求辛苦 去有着同等 甚至更超卓的信心 就是从主耶稣身上 成绩法则 可以掌管 及控制法则到一个阶段 得到八马 Taf的能力 就是产生出同样性质 但主耶稣都未曾行过的神迹 就是移山投入海里面 然而要得到第一马 法马的约时 重点就是于22节 耶稣回答说 你门当信服神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有神的信心 也都就是说 于成长中 我们最终要达到得到神信心的级数 而事实上 当日华牧师于33年前 由加拿大 回港开始教会的时候 所分享的 就是这节经文 就是鼓励我们 要有神的信心 而于过程中 不是拍胸口 胆薄胆的方式去尝试 因为世界上无数的人 曾经以拍胸口 胆薄胆的尝试 走移山的神迹 但是到现在 仍然未有人能够成功做过 所以 假如于世界上 有人能够做到的话 这样 当他走神迹的时候 他的脑海中 又会思想些什么呢 并且 他为什么可以做到呢 他的信心 又要达到一个 怎样的程度 才可以移山呢 是不是大叫一声 神就会认可 让他能够移山呢 答案当然不是 然而 正如有华牧师所分析 不但于脑海中 出现清晰的图片 并且 这座大山是怎样落开 投放到哪里 也都有着 来自神的清晰指示 到最后 这个神迹才会发生 而当我们的图片 越清晰 我们才会越提升到来类的信心 并且 当发生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感到非常惊讶 原因 我们的信心 一早已经让我们 看见这个移山的神迹发生 而神于现时 不断用历史上 使用众多的共同信息 去成为我们的印证 神将建立教会 神将建立教会 耕种这些葡萄园的责任 由以色列人的手上挪去 交到外邦人的手中 他们就是另一批会结果子的缘户 所以 这个白马的弱士 宇山的信心 不是给以色列人 而是外邦信主的基督徒 而时间 就是空恶圆户比喻所引用的经文 就是诗篇118 代表2018年 因为空恶圆户的比喻当中 这个葡萄园 就是指导属灵信仰 神将这个传福音的定命 交给以色列人 就是由他们去栽种这个葡萄园 然而 当他们进到这个葡萄园当中的时候 他们却不为神结果子 甚至 当神差派伯人去收果子的时候 这帮空恶的圆户 不但将伯人杀死 甚至 他们为了抢走这个葡萄园 他们连神的儿子都杀了 所以 神的回应 就是要消灭这帮空恶的圆户 并且 将这个葡萄园交给外邦人 马可福音12章9节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 他要来随灭那些圆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就是这个将葡萄园转交外邦人的时候 神就用上诗篇118篇的经文 也就是说 神将审判的能力 消灭空恶元户的能力 于2018年交了给石安 马可福音12章10-11节 将人所建的石头 已作了防割的头块石头 这是主所造的 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所以 于今年 我们就要拥有移山的信心 去揭开末后的大灾难 四马审判的罪博